贝姐是真没想到,已经停播了四年的综艺变形记,最近竟然还能上热搜,节目内幕,贝姐的好奇心一下就被勾起来了,不知道宝贝们有没有看过变形记这个综艺,它是一档结合了纪录片和真人秀模式的节目2006年开播,2017年停播,生命周期长达11年,这个节目,主要是通过城市孩子和农村孩子互换家庭,体验对方生活的方式,让成长背景截然不同的两个孩子。 都能在其中收获教义,对于这个节目,有不少网友觉得特别励志,温暖,巴特,也有人觉得他套路满满,几乎每一季都是一模一样的剧情走向,就在前两天,曾经的变形记嘉宾张迪就爆出,节目有剧本,所有的冲突,都不过是为了制造话题,煽动观众情绪,张迪,2017年参加了第13季变形记,被称为最废物主人公,那一季的城市主人公一共有三位, 除了张迪以外,还有陈欣盈,陈好奇这两个城市男孩,虽说在这个节目里,城市孩子几乎多多少少都有些奇葩,但无疑,张迪是最受诟病的一个,才16岁就不想上学,父母好言相劝,结果他张嘴就让父母给钱,一天五千才肯去上学。 巴特,得知这个钱不是预付款,而是要先去上学回来才能拿,他甚至咒骂起了父母该死,在农村生活时,张迪的表现也看得人火冒三丈,而且本来农村家务活儿就多,但来变形的张迪,却心安理得的杀也不干,这样的行为,就连跟他一起去变形的另一位城市主人公陈欣盈也表示没罚人,自己不想干活, 张迪就是还才几岁的农村弟弟妹妹去做饭,在得知张迪让小朋友做饭后,陈欣盈终于爆发了,两人在院子里打了起来,金钱至上,不敬父母,言行暴力,好吃懒做张迪的表现,简直是能气到人心梗的节奏,所以十几岁的陈欣盈忍不住打了张迪,似乎也可以理解,巴特,就在前两天,张迪爆料,这个打架的名场面,其实是节目组安排好的剧本,更离谱的是,当时 节目里还有另外一个堪称名场面的情节,因为张迪偷吃小卖部的零食,导致全部人被惩罚,变形期限延长半个月,变形期的延长,使得另外一个城市主人公陈浩奇担心来不及清明节回家扫墓,看到陈浩奇得知变形期延长,蹲在地上难过的样子,网友一方面觉得他特别让人心疼,另一方面,也愈发对张迪恨得牙痒痒,但据张迪爆料,真实情况是,其实大家一共只 在山里待了13天不仅原定的15天变形期是假的,就更别提所谓的延长15天了,而且,就连这件事的由头,张迪偷吃零食的桥段,都是剧本,其实,变形记被爆出有剧本,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,2014年,就有媒体揭露过变形记造假,有剧本,不过很快就被制片人否认了, 2017年,变形记第九季嘉宾李鸿逸,也向媒体爆料了变形记节目组这种畸形的剧本现象,有一说一,节目组想吸引观众,无可厚非,但在一个所谓真人秀里,通过剧本,造假的方式吸引观众,甚至可以制造矛盾,放大冲突,煽动焦虑,真的不能不让人聚一聚,职业操受有问题, 其实,就像大家已经知道的那样,综艺节目里的剧本现象,并不少见,2012年开始播出的中国好声音,也算是个长寿节目,跟其他歌唱类节目不同的是,好声音这个节目,增加了一个盲选环节,不知道选手是谁,不知道贴杂什么样儿,导师单单因为心动的声音而转身,对于一个歌唱类节目而言,可谓公平,巴特,2017年,好声音节目也被爆存在剧本现象, 在某次采访中,陈奕迅透露道,虽然导师看不见选手,但导演会只是导师拍灯,而且,为了留下某个选手,导演组甚至给了他两次表演机会,以公平为噱头吸引观众,背地里却搞着不公平的暗箱操作,着实让人大跌眼镜,除了剧本现象之外,综艺里还有一种很常见的人设现象,在喜从天祥这档真人秀里,每期节目会邀请四位女明星去到农村家庭, 跟他们共同生活、劳动 第一期节目里,贾玲就作为嘉宾,跟其他三位女明星一起去到甘肃,担任几位孩子的妈妈,镜头里呈现出来的效果是,这些小朋友的生活条件都不是很好,在没有镜头的时候,自己提出想自主孩子上大学,却被孩子拒绝了,理由是,其实家里也供得起他上大学, 刚开始,贾玲还天真的以为,这只是孩子自尊心作祟,也就没再多说,没想到,当贾玲提出想给家里买个电视机的时候,小朋友竟然说,家里有电视啊,只是为了拍节目,收起来了,关于综艺节目里的人设现象, 不少明星都曾经透露过,比如,沈腾爆料,为了保持他好吃懒做的形象,导演会在沈腾干活的时候,特意让他去边上睡觉,因为知道观众喜欢看嘉宾们忙得焦头烂额的样子,所以在胡海权参加某节目时,很快找到东西之后,导演会示意他再来一遍,可以说,真人秀节目的剧本,人设现象,在圈内已经不是个秘密了,赵丽莹就曾经在采访中说过,更喜欢拍戏, 因为真人秀都有剧本,都有安排,剧本,人设,某种程度上还算是节目组和明星的合谋,理应各打50大板,霸特,节目组最厉害的独立操作,还要输剪刀手,同样是在喜从天祥这个节目里,一位奶奶说自己已经72年没洗澡了,估计是为了缓解尴尬,贾玲先是表扬了奶奶,随后邀请她一起去洗澡,谁能想到,最后节目的呈现效果会是下面这样的呢? 节目组剪掉了贾玲邀请奶奶去洗澡的台词,只保留了她夸奶奶不洗澡的台词,扩托托把贾玲剪成了个大傻子,不得不说,真的让人又好气又好笑,不过,绝大多数恶意剪辑,是只能让人感到愤怒,丝毫没有喜剧效果的。 某其中餐厅里,赵丽颖明明做卫生做到很晚,结果却被节目组一剪眉,播出镜头甚至各种歪曲,强化她好吃懒做的形象最后导致赵丽颖被全网吐槽,明星亲自下场揭发,控诉节目组的,也比比皆是,比如,参加了演员请就位之后, 唐一飞就曾首思节目组一化节目明明是对某嘉宾的惋惜,被剪辑成了对另外一个嘉宾的鄙视,就在一周前,张雨琪还控诉过女儿们的恋爱四这档节目为剪辑,并宣布,因此退出节目录制,无论是剧本,人设,恶剑,其实都违背了真人秀的初衷,更重要的是,这样的行为,不仅损害了嘉宾的口碑,也消耗了观众对节目的信任,被解决的, 节目组想要眼秋,想要流量,可以理解,不择手段,投机取巧的制造话题,煽动焦虑,无异于杀机取乱,同时,费姐也想在此呼吁宝贝们,看综艺时,请多关注节目里的干货,而不是各种噱头。